今天是2024年的5月5号 然后我们首先呢就是 十一平就是5月5号和5月6号去法国嘛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过来抗议十一平到法国了 抗议十一平 访问法国就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就是要求行民从欧洲滚出去 就是两点 第三个呢就是要求行民下台 第四个呢就是要求行民呢 就是对中国的跨性别女性道歉 就这四点要求 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那个 这个我们之前已经发表了一个声明啊 我们说是今天要过来抗议的 但是呢这个中共的猪奥利益大使馆啊 就是比较就是没有任何人就是敢出来就是跟我们当面对峙 就是说明中共的猪奥利益大使馆啊 就是说明中共的猪奥利益大使馆啊 他们就是特别熟啊 熟得非常熟啊 这个习近平呢我们就已经指名道姓了 我们就已经指名道姓了 这次习近平这个是我们要反对对货啊 然后说是要就是说要让习近平下台 让习近平下台 然后中共猪奥利益大使馆不是习近平养这条狗吗 那我们已经把这个中共这条狗的主人都给骂成这样了 那这条狗子呢竟然没有任何反应啊 那就说明了中共猪奥利益大使馆呢 这条狗呢不是好狗啊不是好狗啊 这条狗呢不是好狗啊 因为我们骂他们主人呢 他们也没有任何反应 所以呢我们到时候呢就把这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就反馈看看能不能反馈给习近平啊 我们就发信息也好啊发公开信也好啊 我们今天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声明 我们如期来到了这里 然后中共猪奥利益大使馆呢非常怂 我们指着习近平第一次骂 然后这个中共猪奥利益大使馆呢 那那是什么一生都不敢坑啊 那么所以呢我们要求习近平啊 把这个中共猪奥利益大使馆这些人员啊 该降职的降职 该调走的调走 该撤离的 该撤的 该撤撤撤的撤 撤走的 赶紧的撤走 因为一点用都没有啊 对不对 你这个习近平不是中共的皇帝吗 你这个底下的这个狗崽子 把连你皇帝的权威都不维护 那你说你要这些人有什么用呢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啊 啊 中共猪奥利益大使馆啊 都是一群窩囊肺啊 都是一群色力内人的啊 啊 窩囊肺 我们已经都提前发声明了 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过来 啊 我们说我们今天要抗议这个 习近平 但是呢中共猪奥利益大使馆呢 但是医生不敢坑啊 医生不敢坑 也没有任何反应啊 这就是 这就说明了 这就说明了 这就说明了中共猪奥利益大使馆 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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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怂了